血栓可能与散步有关医生告诫,越喜欢散步的老人,越容易有血栓。 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78岁的老张如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准备在附近的公园散步。 散步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放松方式,也是保持健康的日常习惯。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老张突然感到左腿剧烈的疼痛,导致他几乎无法继续行走。 经过检查,医生告诉他,原来是下肢身境脉血栓形成,这对于一直坚持散步的老张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为什么一个积极进行体力活动的老人,会突然遭遇这样的健康问题呢? 老张的痛,老张,一个身材偏瘦的老人,拥有一头乱糟糟的白发,他的步伐通常稳重而坚定。 作为一个退休工人,老张的日常生活相对简单,每天,他都会准时从他那位于市中心老旧小区的三层楼房出发,前往不远处的市政公园。 这个公园是他的健康场所,每一条小径,每一排长椅,乃至那喷泉旁的每一颗石子,对他来说都充满了熟悉感。 在散步的过程中,老张总是带着一副老花镜,随身携带一只老式手杖,辅助他在不平的路面上行走。 春日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曲折蜿蜒的小镜上显得格外温柔。 周围是笑声和交谈声,还有孩子们的尖叫声,这些声音构成了公园里生动的背景乐章。 就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如此普通的下午,老张感到了不同寻常的疼痛,他正沿着一条他最爱的小镜慢跑,这条路径两旁种满了他最喜欢的樱花。 突然,他的左腿像是被无形的手紧紧抓住,那种追心的疼痛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 他试图再次迈步,但腿部的痛感加剧,仿佛有成千上万的针刺在他的腿肌中。 无助中,老张慢慢靠近一张近旁的长椅坐下,他轻轻地按摩自己的左腿,希望缓解疼痛。 四周的景色开始变得模糊,公园里的欢声笑语此刻对他来说,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张心中涌起一丝恐惧,他担心这种情况的严重性。 但又努力告诉自己,这可能只是普通的肌肉拉伤。 医生经过一系列的血液检查和超声波检测后,告诉他这是一种名为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疾病。 这是血液在静脉中形成快状物,阻碍了血液流动。 医生解释说,尽管老张有着良好的运动习惯,但长时间的重复运动,特别是在不适当的状态下行走,可能加剧了下肢的血流缓慢,从而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此外,老张的年龄和可能存在的其他未检测到的健康问题,也可能是促使疾病发生的因素。 越喜欢散步的老人,越容易有血栓。 在医学上,血栓是指血液在血管系统中异常凝固形成的固态块。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静脉中,尤其是腿部的深静脉。 这种情况被医学界称为深静脉血栓。 血栓可能导致局部疼痛、肿胀。 严重时,血栓脱落后可随血流行走,引发肺栓色,甚至危及生命。 散步是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活动度,促进血液循环。 从理论上讲,这应该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 然而,对于一部分特殊的老年人群体,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如果老年人存在一些未被诊断出的血液凝固问题或是静脉曲张等疾病, 长时间的,频繁的散步就可能对下肢的静脉造成过度的压力。 尤其是在没有进行适当休息的情况下, 血液的流动性和血管的健康状态不仅与运动量有关, 还与运动方式。 运动强度以及个人的体质密切相关。 如果散步时步伐过快或者路面过于坚硬, 老年人的腿部静脉压力可能会突然增大。 这种快速变化可能导致静脉绊膜功能紊乱, 进而影响血液回流,增加血栓风险。 那么如何在享受散步的乐趣的同时, 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呢? 关键在于平衡与适度。 医学专家建议, 老年人在开始散步习惯之前, 最好能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 包括血液检查和心血管系统的检查, 以确保没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同时, 散步的时间, 强度和频率也应该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调整。 例如, 可以选择在草地或者土路上散步, 减少对腿部静脉的压力, 保持适中的速度, 避免长时间过快地行走。 散步过程中穿着舒适的鞋子, 必要时可以使用辅助工具如手杖等。 体内有血栓, 身体会通风报信。 血栓这个名词听起来可能让人觉得既神秘又可怕, 但其实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不是之中。 当体内形成血栓时, 身体会通过一系列信号来报警。 提示我们需要关注, 最常见也是最直观的信号是肢体疼痛和肿胀, 特别是在腿部。 这种疼痛通常集中在小腿, 可能会伴有压痛、 红肿或皮肤温度升高。 这是因为血栓阻碍了血液正常流动, 导致血液在阻塞点以下的区域积聚, 引起组织水肿和炎症。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腿部无缘无故地出现持续的疼痛和肿胀, 这可能是血栓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皮肤颜色的改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告。 血栓形成的区域可能会出现蓝色或者暗红色的皮肤, 这是由于血液循环受阻, 血液缺氧造成的。 这种颜色的变化往往局限于一侧的肢体, 这一点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更快地识别问题。 如果血栓脱落并随血液进入肺部, 可能会发展成为肺栓色。 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 常见的症状包括突然的呼吸困难。 胸痛尤其是深呼吸时和剧烈的咳嗽可能伴有血痰。 这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 因为肺栓色可能危及生命。 此外, 行走或活动后出现的异常疲劳感也可能是血栓的一个警告。 当血液流动受阻, 肌肉和组织的氧气供应不足时, 即使是轻微的活动也可能让人感到格外疲惫。 面对这些身体的信号, 我们如何采取行动呢? 在日常生活中, 要保持警觉, 对这些症状保持敏感。 一旦发现上述任何症状, 应立即咨询医生, 进行必要的医学检查, 以确认是否真的有血栓形成。 同时, 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如定期活动双腿, 特别是在长时间乘坐飞机或车辆后, 每隔一小时站起来走动, 促进腿部血液循环, 保持适当的水分摄入, 避免脱水状态。 因为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稀释血液, 降低血栓风险。 经常散步会有这几个好处。 改善心血管健康, 是散步最直接的好处之一。 规律的散步可以增强心脏功能, 提高心脏泵血效率。 这不仅能降低心脏并发病率, 还能帮助控制高血压。 实际上, 美国心脏协会推荐将步行作为心脏健康的一部分, 指出每天中等强度散步30分钟, 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其次, 散步对于控制体重也大有弊意。 虽然步行消耗的热量可能不及跑步等高强度运动, 但长期坚持每天散步可以稳定地消耗能量, 从而帮助维持健康的体重或促进体重减轻。 此外, 散步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和力量, 尤其是腿部和腹部的肌肉。 这对于提高整体新陈代谢率非常有帮助。 再来, 散步还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 多项研究表明, 定期的散步不仅可以减少抑郁症状, 还可以有效缓解焦虑和压力。 当你走在户外, 无论是公园的绿地还是街道的熙熙攘攘, 这种身心活动都能释放内非态, 一种能够提升心情的天然化学物质。